全盒裡的糖蓮子、糖蓮藕 這一類的糖葉食物都會很容易放到蒸完 都依然會在這裡,因為沒有什麼人吃 我們可以用來煲湯的時候用它 像我家這樣,如果是煲西洋菜湯 或者粉葛湯,需要加一些蜜棗 我們可以放一些糖蓮子、糖蓮藕 糖冬瓜,當作蜜棗用 另外,如果是煲糖水的話 例如木瓜雪耳湯 我們也可以放一些糖金吉、糖蓮子 去做一個清潤的效果 糖蓮子、糖蓮藕這一類糖葉的食物 他們最怕是受潮 但放在全盒就很容易 不能夠避免不斷開生蓋的時候 都會受潮 那怎樣去分呢? 當它由白色的糖,開始看到有些透明的話 代表它已經開始潮濕了 在這個時候,如果我們煲湯 就盡量先用它 先用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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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用它